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王一博没进组 竟跑去录制一档探索综艺 粉丝们在线疯狂点赞 众多网友因陈情令而对王一博心生喜爱 此剧使王一博与肖战声名大造 在粤华家族演唱会中 能见到诸多伯军一销的CP粉 从2024年的形成规划来看 肖战的多数时间用于在剧组拍戏 诸如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藏海传》《德显锦志》等 王一博尚未进组 其粉丝对他的动向颇感好奇 未曾想 王一博正悄然筹备重要之事 8月23日 网上骤然传出探索心境已定档的消息 紧接着 王一博探索心境将至的话题登上热搜榜 据官方消息 户外探索即时节目 探索心境定档 8月31日正式开播 从发布的预告片可知 王一博将携手顶尖生存与户外专家 踏上六段奇妙且充满挑战的旅程 对诸如雨林 大海 沙漠等极致自然环境展开探索 并在这一过程中一同领略大自然的奇妙 持续探讨有关成长的议题 达成自我的突破 跟着贝尔去冒险 着重于野外生存及挑战生理极限 而探索心境则利益更高 旨在呈现年轻艺人探索世界的历程 深入挖掘探索者王一博的精神层面 观众会随王一博的步伐 一同应对人生的波折 恐惧 孤独等 年轻人能够将自身精神状态融入节目 进而找寻到内心的答案 近日 月华举行年会 王一博装扮成文森特 可以发现 在其他艺人悉心装扮之际 王一博身着短裤 脚灯人自脱而至 其神情淡定 给人一种隐约的松弛之感 见到如此状态的王一博 众多网友不禁戏谑道 王一博 内娱难道就没有你再一只人了吗 松弛感可谓十足 在这两年间 我们能够目睹诸多不同类型的综艺节目 其中大部分是以给观众传递快乐位导向 然而探索心境则会开辟 并崭新天地 王一博将突破自身舒适区域 引领众人探索新领域 尤为重要的是 王一博能在这档综艺中展现真实自我 想必他的状态会极为放松 而年会上的那种松弛之感 想必也源于此 诸位读者探索心境刑将呈现在我们面前 不知各位是否对这档综艺节目有所期待 王一博用两年时间一句话证明他的内核到底有多强大 他说人生的第一次会越来越少 但尝试了才知道人生有无限个第一次 所以他选择了参加探索心境这个野外生存节目 即便是面对老板的反对 也没有选择放弃 在那片茂密的海南雨林中 他迎接了人生中的许多第一次 首次绳索爬树空中失衡 首次体验瀑布所降的惊险刺激 怕虫怕黑的他 被三只马黄同时吸血 王一博的内心是真的强大 他是个诞人 但他对于自己想好了事情就会去做 杜华说自己都看哭了 结果他的回答就像问 你吃早饭了没有 他说伤痛是不可避免的 是需要征服的 他喜欢为之 善于挑战自己 明知竹叶轻有剧毒 却喜欢去观察他 接近他 仅花费了四天的时间 就熟练地掌握了搭帐篷的技巧 他那超绝的精神状态 以及松弛感令我向往 在那么危险的雨林中 他悠闲地躺在地上 任由雨林炙热的阳光 将一切阴霾晒干 当被问到经历的最大挫折是什么时 他坚定地回答 没有 王一博的这种强大的内核 让人敬佩不已 他用行动证明了 只要有梦想 并为之努力奋斗 时间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王一博的成长经历 王一博 破茧成蝶 闪耀星河 在繁华喧嚣的娱乐圈中 王一博宛如一颗璀璨夺目的星辰 散发着独特而耀眼的光芒 照亮了无数人的心 王一博 1997年8月5日诞生 于河南洛阳 自幼父母工作忙碌 年仅小学五年级的 他便早早学会了独立生活 一次偶然的机会 生病住院的 他在病房电视里 看到了一场动感地带跳舞比赛 瞬间被深深吸引 从此对舞蹈燃起了炽热的爱火 他央求母亲为他报名舞蹈班 踏上了这条充满挑战与汗水的艺术之路 王一博对舞蹈的热爱近乎痴迷 他从不畏惧练习的枯燥 也未曾因舞蹈训练带来的伤痛而落泪 然而 命运却在他的逐梦途中 设置了一道难关 六年级时 他被诊断患有心肌炎 医生告诫他不能进行剧烈运动 但这并没有熄灭他心中 对舞蹈的热爱之火 在病情痊愈后 他毅然决然地中回舞蹈教室 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 2011年 年仅13岁的王一博 凭借卓越的舞蹈天赋和不懈的努力 在IBD全国街舞挑战赛中脱颖而出 成功闯入hiphop组合南省16强 他的出色表现赢得了乐华娱乐的青睐 随后 他背井离乡 远赴韩国 开启了漫长而艰苦的练习生生涯 在韩国的日子里 王一博每天都要面对高强度的训练 从早晨9点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 全年无休 但他从未有过一丝抱怨 始终咬牙坚持 无数个日夜的汗水与付出 终于换来了回报 2014年9月15日 王一博以UNIQ组合主05 RAP担当 门面担当的身份震撼出道 该组合出道后成绩斐然 不仅发行的首支出道 单曲Falling in Love 在韩国多个音乐节目中大放异彩 还先后演唱了派拉蒙影业 人者神龟 变种时代的主题曲Born to Fight 以及梦工厂动画电影马达加斯加的奇额的主题曲Celebrate 展现出了强大的音乐实力 同年11月25日 UNIQ组合在北京成功举办中国首场Fan Meeting 现场气氛热烈 粉丝们的欢呼声震耳欲聋 王一博也由此正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出道后的王一博并未满足于已有的成绩 而是在多个领域不断探索和突破 在音乐领域 他的歌声独具魅力 或激情澎湃 或深情款款 总能打动人心 他发行的个人单曲五感 我的世界首则等 一经推出便在各大音乐平台上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销量屡创新高 作为舞者 王一博的舞蹈实力更是有目共睹 他精通多个舞种 无论是节奏感强烈的hip hop 还是优雅灵动的爵士舞 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 他的舞蹈动作干净利落 极具爆发力和感染力 每一次舞台表演都能让观众沉浸其中 仿佛置身于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在这 就是街舞第三季和第四季中 王一博担任明星队长 他凭借专业的舞蹈素养和独特的个人魅力 带领团队一路过关斩将 赢得了众多舞者和观众的喜爱与尊重 他在节目中展现出的对舞蹈的热爱和执着 以及对选手们的悉心指导和鼓励 更是让人们看到了他作为一名舞者的专业精神和担当 在主持界 王一博于2016年4月加入天天向上 成为天天兄弟的一员 在节目中 他虽然话不多 但总是以谦逊有理的态度和真诚的笑容 感染着每一个人 他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主持能力 逐渐在节目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为节目增添了许多青春活力和亮点 王一博在演艺道路上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 他凭借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气质 成功塑造了多个深入人心的角色 2016年 他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人间》 《智慧是清欢》 在剧中饰演霸道总裁翟志卫 他将这个角色的 傲娇与善良演艺的淋漓尽致 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 也让人们看到了他在演艺方面的潜力 此后 他又陆续出演了《私立鼠山学员》 《陈情令》 《游匪风起洛阳》等多部热门影视作品 其中 他在陈情令中饰演的《蓝望鸡》一角 更是让他一夜爆红 他通过细腻的表演 将蓝望鸡的高冷 内敛 深情等性格特点完美地呈现出来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赞誉 该剧在播出期间 热度居高不下 王一博也凭借该剧获得了第26届滑顶 将中国百强电视剧最佳新锐演员奖等多个奖项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演员 除了在演艺、音乐、舞蹈和主持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外 王一博还有一个显为人知的身份职业摩托车赛车手 他对摩托车的热爱源于小时候对速度的向往 长大后 他将这份热爱转化为实际行动 投身于摩托车赛车运动中 2019年 王一博正式加入万里达亚马哈车队 开启了他的职业赛车生涯 在赛场上 他不惧危险 勇往直前 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出色的驾驶技术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他曾多次在亚洲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等赛事中获得优异名次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速度与激情 王一博的艺术生涯 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 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练习生 到如今备受瞩目的全能偶像 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挫折 但始终保持着对梦想的执着和热爱 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 只要有梦想 并为之努力奋斗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未来的日子里 相信王一博将继续在他热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惊喜 让我们共同期待 这位闪耀的明星在未来的星途中 能够创造更加辉煌的成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